我想問一下 因為大家 對肖老師都是你 你做了很多財務的分析規劃 那不太清楚 你本來其實是做科技業 你是科技業副總退休的 你剛剛講你很痛苦 我知道那時候好像 壓力大到一種 我們看你都是笑咪咪的 其實那時候你的壓力 是非常非常大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有恐慌症 有恐慌症 對 恐慌症 它跟憂鬱症有沒有 是有一點類似 蠻類似的 那當然這個是 其實後來發現是血清 我們那個血清素不足 所以後來吃了藥以後 有沒有 大概就好 那真正曾經發生過就是 我在開車開到一半 然後我只是突然看到 想到昨天的新聞說 有人發生車禍 或是因為把煞車 骰車 當初當油門踩 對 當油門踩 那我只是在想 我會不會這樣子 然後 對 我想每一個人一想到這個 正常人 包括我現在 我想到這個的時候 只是一笑之之 對 好好的在專心開 對 就是一笑 你不會有太大的反應 但是什麼叫做恐慌症 就是你會擔心 你會害怕到你的手整個都是汗 所以我那時候趕快把車子停到旁邊 所以就不敢開了 那後來當然這個是跟你長年的壓力 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也有關係 那很危險 在馬路中間如果這個發作是很危險 沒有錯 當然後來經過看醫生以後有沒有 現在目前即便是現在有沒有 我也是天天在吃藥 現在還需要 現在因為那個 那個是包括 就是除了壓力之外 其實是身體有沒有 對 是血 那個我講的血清素的關係 你覺得在科技業累積下來 爆肝生活的 科技業是一個最後一個的稻草 其實那個是遺傳有沒有 我應該是遺傳自我媽媽 就是多少有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是覺得說 這個科技業其實很多人就講 就是錢是用乾換來 所以這個是 後來我才會跟我太太講 我太太才會那麼爽快的 了解了解 那你提前退休是完全有必要 沒有什麼事情比生命 比健康更重要 沒有錯 沒有健康有太多的錢花不到 你怎麼樣可以累積到 其實1500元也是很多人 他覺得沒辦法達到目標 你怎麼樣可以這麼快累積到 其實有沒有 常常以為就是說 我真的是全部靠那個投資 然後就能夠有那麼多的那個 退休金不是這樣 我40歲的時候 我那時候開始理財 40歲的時候才有300萬的台幣存款 你40歲才開始理財 對啊 那個氣氏問我說你怎麼40歲才理財 我說你知道我40歲是什麼 現在25年前 那我們那時候連理財的書籍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哪有什麼理財 那時候根本還 理財的觀念才開始慢慢起來 所以我那時候錢就是放在定存 300萬放定存 只是那時候呢 300萬定存的利率是年利率是7% 那時候確實是 最好的年代 25年前 我可以跟 那剛剛講4% 5%隨便就達到 7%就有 那 起碼0.8啦 對啊 現在不用 醒醒吧 所以 真的是這樣子有沒有 我真的存到錢也是靠著有兩個 一個是我又有高階主管 那年薪都破百萬了 那又在外商工作嘛 所以其實是 收入蠻不錯的 然後再加上你會投資 我那時候才會知道就是說 喔 原來投資是那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多重要呢 其實很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你的投資報酬率 能夠有到10%不多 也就是說如果你存100萬 然後7年你就會變成200萬 7二法則 對不對 7年就翻倍 10%容易嗎 10% 隨便 我們現在的那個台股 你好像要講成隨便 隨便都有 我真的是不騙大家 隨便都可以 不用說現在 不用說現在 我是講說10年前有沒有 2010年 今年沒有10%的相關你在幹嘛 隨便都可以有 我講實際的 那這個老保基金要打屁股 對 我每次講到這個我就講說 老保基金你為什麼不 就直接有沒有 好看著 應該講說跟那個台灣50指數去買 那個售權 買售權然後跟著買就好了 0050有沒有 不一定講0050 00608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10年前到現在 買著放著你也不用在那邊操盤什麼時候買進賣出 你知道到現在的投資報酬率是160% 年化報酬10% 所以怎麼會怎麼會很難呢 就笨蛋你也可以有10% 如果你相信我的話的話 對不對就是就是買著放著啊 很多笨蛋要趕快努力讓自己變聰明一下 好老黑 你是你其實也在外商 而且是很高的位置 這個石油公司總經理退休 你在退休的時候 你做了哪些事情 讓你累積到那個3000萬 也是這樣高興嗎 主要是高興 但是我高興也不是說從頭到尾的高興 我進公司的時候一個月薪水才一萬五 然後就慢慢慢慢 就是從基層做起 所以每次講到投資理財 我覺得投資理財非常重要 負利效果非常重要 但是還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就是要投資你自己 而投資你自己的效果 其實也跟負利效果很像 你短時間三五年看不出來 但越時間越累積 一月後面的效果就出來了 其實我跟蕭老師蠻像 我40歲才開始投資理財 我那時候的儲蓄 因為我40歲之前有 但是全均覆沒 所以40歲之後才開始比較像樣的 比較穩當的去投資理財 40歲之前投資都失敗的 全部都失敗 那時候為什麼我可以後來累積到3000萬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我40歲的時候 積蓄大概可能比蕭老師多一點 但是也不到1000萬 但是我後來五年的薪水就翻極的跳 比方說我最後一任工作 我是被外派在北京 那時候我那時候領的是美金 但你如果反算回來成台幣的話 平均一個月大概有60萬 而且是稅後 稅後60萬 而且幾乎可以百分之百存下 我不能理解這樣為什麼你辭職 是不是我說一個月月薪60萬 幹嘛辭職啊 是不是 對 我絕對不會辭職 可是你話講回來60萬 你把它算起來換成美金的話 一年也不會就是20多萬不到30萬 如果你從國際職場的角度 高階員工的角度來講 不過30萬美金 你多少人羨慕啊 這樣子你可以放下 對 因為我實在 我過了40歲我就一直很想推 我就是 我的身體 我一句話就叫做中年危機了 我的身體也出狀況 雖然我沒有恐慌症了 你做到總經理月薪60萬 你的危機是 我的危機是 我不想一直賣油了 我想做一點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那當我發覺到說 那最關鍵的下定決心是哪個點 哪個點就是 45歲那年剛好公司推出來一個優退的計畫 所以那個時候我如果離開的時候 我的退休金不需要打折 甚至還有更多 那我當然第一個就舉手 我就走了 欲不容辭的我就離開了 哇真的不容易 有時候要放下 比去爭取還要更難 這真的霧 therapists 很難 你放下還有這麼一個高薪的工作 那你退休之後という財務規劃 因為現在算不錯 但是剛才我們聽到你的生活 是很豐富的 環游世界兩次去過90個國家 這個生活跟你原來想的一樣嗎 你本來就規劃過這樣的生活嗎 我沒有 當退休的時候我沒有想到那麼細 但是有一个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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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看的是旅行 其实我现在所有的花费里面 最高的一项就是旅行 但是旅行跟 旅费多少 每年花在旅行 不一定 不一定 差别就大 因为11住行你没办法变动嘛 但是旅行的话是可以变动的 旅行是 所以我说 我如果这一年的这个投资理财 回报绩效比较好 我就跑远一点 跑久一点 比较差 我就跑近一点 所以旅行是可以可以被调节 但是也不能完全不跑了 那个就破坏了我的初衷 你的心态上有恐惧过 因为45岁就离开 然后同业还在不断的 这个大家还在往上爬的过程里面 第一年有 第一年会害怕 是不是真的养活自己 但是经过一年的这个实践之后 我发觉到说 我原来预想的费用 事实上比我原来预想的还要低 就单单以生活十一住行来讲 真的花不了太多的钱 那其他的话 必须要克服的就是别人看 如何看你的眼光了 所以你觉得退休后 没有花到那么多的钱 如果单单讲十一住行 真的花不了太多钱 十一住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差别 上班长 下班长会这样 我开了20多年的公司车 那个就是我的公司车 你的公司车 然后我过去的15年 最主要交通工具 就是那台脚踏车 哇 蛮多的 油钱也省下来 然后我住在高雄 我就是骑金啊 我每个月都起码七一两次车到骑金去 就单单这个就省了很多钱 行就省很多了 那娱乐 我从30岁开始打高尔夫球啊 然后你又得花很多钱呢 而且其实事实上对身体不是很好 因为你要晚睡要早起 然后打完球之后要大吃大喝 其实打高尔夫球队身体 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45岁退休的时候 我肚子很大 可是退下来之后 我几乎就天天跑步啦 骑脚踏车啦 所以我的健康状况 也比15年前好得多了 而且省很多钱 敢穿那样子在跑步 相当有自信 休闲娱乐 休闲娱乐花费 这是平常的吗 以前上班的时候 主要就是唱卡拉OK啦 也是很花钱的一个活动啊 那现在下半场 我主要就是看书啊 花不了多少钱 他讲这些 我真的不用花钱耶 真的不用花钱啊 这时候出国旅游是吧 而且你知道 唱歌会唱烦会唱腻 看书永远不会唱烦 永远不会看腻 因为我来说 这次我去银子 那是什么 不允许 祝货 你也不再去银子 你也不再去银子 李宗监 你不再去银子 你不再去银子